哈囉 我是謝時攝影器材的Jimmy 今天要跟各位講述的是 各種無影罩的安裝方式 那無影罩有分 無邊框的這種無影罩 然後還有就是有邊框 甚至有的還有風潮的無影罩 然後還有這種細細長長的調照 以及八角型無影罩 像這一款更特別 這一款是有雷達功能的八角無影罩 所以現在看起來像雷達罩一樣 OK 那等一下我們就跟各位來講 每一種無影罩如何安裝吧 我等一下就是躺著跟各位說 因為這個東西超簡單 屁啦 我們現在就來介紹Skill的 無邊形無影罩的安裝方式 首先這是四角形的無影罩 好 我們看一下細形袋裡面有什麼東西 首先你會看到四根枝條 一個接環 然後無影罩的噪聲 以及柔光布 以及柔光布 無柔光布裡面有分內外兩層 所以說你會有兩塊柔光布 就是這些 好 那要安裝的第一個步驟呢 是這樣子的 我們先把這個接環 放在中間 然後呢把噪聲這邊打開來 攤開來 嗯 你可以看到 欸 這樣整個攤開來之後 這個接環就直接在正中央就好了 好 大致上在正中央就行了 然後呢 我們看到這邊呢 有四個洞 有四個洞 分別成對角形 我們呢 其中這一個 這邊這一個洞呢 留在最後樁 就是它這邊有個凹進去的圓球 是最後樁 那個圓球呢 使用的枝條呢 是這一個 有個枝條上面 欸 有一邊是圓圓的這種枝條 這就是最後樁的地方 好 那我們先樁其他三個 首先呢 先把比較大的這一端 插到接環裡面 小的這一端呢 則是插到噪聲的上面 那我們這裡面呢 有一個可以固定用的 可以固定用的這一個 嗯 我們小隧道可以穿過去 我們通通這樣穿過去 會比較好一點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裝另外一邊 一樣 穿過這個小隧道 那 這樣你裝第二個的時候會發現 它本身有個張力在 沒關係 你就把枝條直接把它弄彎 然後再插進去就好了 好 第三個 然後一樣把枝條弄彎 然後插進去 對了 當你在插的時候要小心眼睛 不要跟它靠太近 有的時候如果沒插好的話 不小心捅到眼睛就不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裝最後一個了 最後一個呢 它的其中一邊是圓球狀的 另外一邊呢 則是裝在無影照照聲上面 那我們一樣先把它穿過這個小隧道 那跟剛才不一樣的是我們會先把上面這邊 先把無影照照聲裝上去之後 再去那種下面的位置 然後你看喔 裝進去之後 它旁邊這有一個小圓球的洞 你就從這邊穿進去 穿進去之後 再往下壓 那個圓球就會整個伸入進去了 最後把固定用的滑動旋鈕呢 壓進去 OK 這樣子整個無影照 就照聲就裝好了 好 非常的方正對不對 好了 接下來呢 很簡單啊 我們就可以裝無影照的內揉光布 鋁鈕光布呢 它有四個小鉤子 就直接的往旁邊勾上去 勾的時候輕輕勾就好了 不要把它東西弄壞掉 OK 好 勾反了 等一下 勾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那勾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無影照有短邊跟長邊 所以說呢 勾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長邊對長邊 短邊對短邊 不要像我剛剛一樣把它勾反 OK 那如果說呢 你們使用的燈具呢 本身是屬於比較弱的光線 比較弱的燈具的時候 你們可以考慮不要安裝內層的揉光布 但是這樣子呢 光線就會比較的不均勻 但是如果光 如果燈具實在是太弱了 你裝裡面製成揉光布 會把光再降低一些 所以說呢 太弱的燈具就不裝揉光布了 不裝內層 OK 接下來外層的揉光布很簡單 就直接套在上面 然後旁邊的魔鬼簽呢 就直接黏好就好了 OK 然後把四邊的魔鬼簽黏一下 OK 整個五影罩就裝好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蜂巢五影罩 SKID蜂巢五影罩的安裝方式 首先它一樣是四方形的五影罩 裡面有哪些東西呢 接環 然後呢 四根支架 其中有一根比較不一樣的 一邊是圓形的這種支架 OK 這最後裝的 然後呢 這是它的蜂巢 現在全部擠在一起 等一下把它攤開來就行了 然後罩子本身的罩聲 以及 內外兩塊揉光布 裡面的所有內容就是這些 那怎麼安裝呢 很簡單 首先 先把所有東西先打開來 把你的接環放在正中央 然後 把整個五影罩攤開來 罩聲攤開來之後 記得下後面魔鬼簽的地方要全部撕開來 這樣子等一下才不會卡到 然後呢對著接環的每一個角落 其中呢有一個 接環其中有一個角落呢 會比較不太一樣 後面是一個圓圓的一個洞 這個是最後裝的 就是安裝剛剛講的 最後一個有圓形的枝條 好那我們先安裝其他部分 首先 一樣 把我們的接環呢 穿過這個小隧道 好 然後 套到 這條穿過小隧道之後 套到 五影罩的罩聲上 然後再接到接環上面 好那我們第一個就裝好了 第二個也一樣 都穿過這個地方 然後 裝上去 那我們一般都建議先裝對角 這樣子等一下撐力會比較好裝 OK 接下來裝第三個 好了 那剩下最後一個了 最後一個呢 一樣先把上面這邊穿過去 然後把上面 先裝到五影罩上的頂部 五影罩上面的頂部 然後下面這顆圓球呢 我們就把它塞到 最後的這一個洞裡面 然後壓下去 OK 好 這樣一個罩聲就這樣裝好了 非常簡單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裝五影罩的內部了 那跟之前的 就是 無邊的 五影罩一樣 我們裝五影罩 內罩布呢 直接就是把它 勾住 旁邊的這個位置 旁邊的這個連接處 黏上去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的 如果說你的燈呢 本身是屬於比較弱的燈的話呢 可能考慮 就不要裝這個無影罩的內罩布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說裝了這內罩布之後呢 雖然光會變得更加均勻柔和 但是 它的光呢 多少也會有所減損 所以說你的燈如果太弱的話 可以考慮不裝這個內罩布 好 適情況而決定 那全部裝好之後呢 我們再裝外罩布 好 那全部裝好之後呢 外面這一層柔光布呢 比較不一樣的是 之前的 無邊框型的 是直接套上去就好 那這一個呢 我們需要就是 連接到裡面的 這一個魔鬼沾 那連接魔鬼沾的話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 先從短邊開始 然后贴着这个魔鬼栈的下缘 这个地方 直接粘上去 那注意呢 连接的时候呢 要很平顺 不要让它漏光 漏光的话呢 光线就不够均匀了 所以说呢 轻轻的把它贴好 两边 短边贴好之后 再连两边的长边 好了 这样子 五影罩大致上就装好了 那如果说我们需要安装蜂巢的时候呢 就是 把蜂巢摊开来 刚刚全部折叠在一起的蜂巢摊开来之后 我们找到它的 短边 然后呢 一样连接在五影罩的上缘 然后再把另外一边的短边连上去 最后再连上 长边的地方 OK 这时候 我们就把五影罩的蜂巢装好了 然后这时候再稍微整理一下 有没有 它看起来就非常的完美 接下来呢 跟各位介绍调罩的安装方式 调罩的话呢 跟一般的方形五影罩不太一样 它是调状的 那我们先看内容物 五影罩的罩声 接环 支条 四根 然后 那个柔光布 OK 内外层的柔光布 好 跟一般的方形五影罩没什么差别 但是安装方式有稍微轻微的不同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接环 这接环总共有八个洞 那一般来说的话呢 我们接四方形五影罩就是一二三四 就是四个 对角形的 而且呢 彼此呈九十度交叉 可是呢 如果是安装调形五影罩的时候 记得不要插到九十度的 要安装到四十五度的这两个洞 好 所以安装的孔位有点不一样 好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来安装吧 先把五影罩的罩声呢 摊开来 然后呢 把魔鬼灾呢 先撕开来 轻微的撕开 然后把五影罩的接环放在中间 那一样我们最后这一个洞 就是有洞的这一个最后装 好 那枝条的安装方式呢 我们先把枝条穿过它的这一个固定的位置 系的那一端插到五影罩的罩声 粗的这一端插到接环 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好 下一个 四边都是这样安装的 好 两边装好了 我们再安装第三边 在第三边的时候要注意 不是90度的 不是90度的这一个洞 而是45这边的 45度的这一个洞 千万不要装错哦 不然等一下噪声会卡住 不好下来 整个屋影罩会变形 嗯 OK 第三个 好 最后呢 好球的这一端呢 则就插入这个环的最后这一个洞 OK 然后一样固定环压下去之后套住就好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 跟一般的无影罩眼不太一样 它是细细长长的 好 那接下来一样装内层的柔光布 如果说你的灯呢本身呢是比较弱的 好本身灯 装的那个灯的强度不强 那你可以考虑不装内层的柔光布 那这样子的话呢 灯的强度比较不会被衰减 但是如果说 你完全不装内层柔光布的话 它的那个无影罩出来的光线呢就不会那么的均匀 好 一切看你那个灯光本身的瓦数而决定 OK 好 好 内层柔光布装完了 那外层柔光布呢 就跟我们的方形无影罩一样 无边框的方形无影罩一样 直接套上去 然后旁边呢用魔鬼毡 它里面本身有魔鬼毡可以固定 OK 好了 整个调罩就这样子安装好了 我们现在呢 开始来介绍八角罩的安装方式 所以八角罩呢 很简单就是它有八个角 用来拍摄那个就是 人像的时候是非常好用的 里面有一个接环 然后呢无影罩的外层柔光布 以及内层柔光布 这一个是八角罩的后盖布 等下会讲到它怎么用 以及八角罩的罩声 最后是 八角罩的八根支条 因为有八个角嘛 好 OK 那怎么安装呢 我们先把其他东西先拿开来 来 我们先把罩声摊开 好 你会看到中间有个洞 有没有 那我们只要把 八角罩的环放在这边就好了 那环的是一样 最后这一个 特别有个沟槽的 有个球状的 这一个是最后安装的 它使用的接环呢 是有一边有比较特别的 里面是一个球的这种接环 这这种 枝条 好 那我们最后再安装它 接下来呢 我们先以对角线的方式来做安装 首先 无影罩的枝条大的 插在接环里面 小的安装在罩声上 这非常简单 好 那一样 我们就对角的地方 也一样的安装 这个步骤呢 我们持续七次 但是接下来 要记得就是 要装 就是要装它的 45度的对角线 是对角线45度 这样子乘90 90度这样子 不对 90度 不好意思 数学有点昏 好 接下来 这样子的话 我们如果装了 四个枝条之后 装了四个枝条之后 你会发现 它看起来其实有点像 是方罩 有没有 因为它已经立起来了 这样我们接下来安装会比较简单 那接下来 剩下的四根枝条 那你装到这边的时候会发现 它的那个无影罩张力已经算很大了 所以说你要稍微用力去 搬动那个枝条 不过还好 力气不需要花很大 你看我用很轻松 所以说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的做到 OK 接下来 第七根 好了 我们七根都这样装好了 接下来第八根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第八根的时候先把头装进去 那下面这个球状的呢 它就可以从旁边这里插进这一个 滑进这一个 接环的最后一个洞里面 然后把这一个环往下一压 套进去 好了你看就装好了 非常简单 那我们接下来安装内罩布 它的内罩布呢 是 这次是采用魔鬼毡的形式安装的 不是用扣具是用魔鬼毡的 那没关系 魔鬼毡很简单 直接粘住就好了 那如果一样 如果你的 灯具呢本身是属于比较低瓦数的 比较弱的灯具的话 你可以考虑不安装内罩布 因为 内层的楼光布如果你安装了 它会让光线有所在减损 但是如果你不装的话呢 它的光线就比较没有那么均匀柔和 所以你看你自己 灯具的状况来决定要不要安装 然后呢 外层的柔光布呢很简单 摊开来 然后直接套上去就行 那旁边有魔鬼毡可以固定 好啦 这样子有没有看到 整个八小兆几乎就装好了 那我们现在讲后面的部分 后面部分呢 为什么会有最后这一个遮盖布呢 因为当我们要把无影罩 装到灯头上的时候 我们要有个地方用手撕力嘛 要有个地方可以抓嘛 对 所以它这个地方并没有完全遮盖起来 而如果一旦无影罩的灯头装好了之后 把它装在灯具上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后面这个遮盖用的布料呢 把它黏上去 OK 那整个完全的黏上去之后 整个八角罩才叫做完全装好 好 就这么简单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继续来介绍 快收型的八角无影罩 那以前我们的那个八角罩呢 你可以看我上次拍摄影片 上次那个八角罩呢 并不是很好安装 因为它有八根那个枝条 要一根一根插 对不对 那有人想说 我能不能很快速 然后就把它装好 那我不需要的时候呢 一秒钟就可以把它 也没到一秒钟啊 30秒内之后把它收起来 那所以说呢 就会有这一种快收型的八角无影罩 那我们现在的呢 这是雷达八角无影罩 那为什么叫雷达呢 等下跟各位介绍 首先你会看到 无影罩本体 而且跟接缓已经装好了 然后呢 这是柔光布 以及 一片雷达片 OK 那我们看怎么安装 首先呢 把你的八角罩 摊开 放在中间 然后把它摊开来 没错 就是摊开来 一个一个 塞到 它的 接环里面去 哎呀好神奇耶 已经装好了耶 我刚才说多少 30秒对吧 其实不用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雷达片装上去 它这个八角罩呢 很有趣的是 它并没有 有所谓的那个 它没有所谓的 内层的柔光布 它取而代之的是 这一个 我们称为雷达片的东西 那它本身的话 可以 套进 这一个 中间的支柱 然后我们把它锁上去 等一下 OK 好 你看 这雷达片中间就已经弄好了 那它本身呢 光打到这边之后 会散射到周围 然后再从前面 弹射出去 那光线呢 其实非常非常自然 而且你看这个罩子 它就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薄 不会占太多摄影棚的空间 那我们唯一要做的呢 只有安装这一个 外层的柔光布 外层柔光布安装呢 也非常简单 你可以看到边缘 它这边有魔鬼毡 那我们就 把它 黏到这一个 魔鬼毡的下缘 那黏的时候记得注意一下 不要让它产生所谓的肉光 边缘都要把它黏紧 OK 你看 这样就装好了耶 然后你看中间这边它有一个遮片 所以它会你看它只有中间圆形的部分 这个在model的眼神光里面呢 你看到的光点呢 不会是八角形 你会看到是个圆形的光点 非常的自然 这种罩子其实非常好用 好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顺便讲收好了 既然装那么快 我们很快就有讲收 收的部分呢 首先 先轻轻的撕开这边 我看是不是撕得很暴力 不用管 接下来的话呢 把中间这一个 雷达片先拆掉 记得螺丝不要弄不见哦 我们把螺丝锁回去 接下来 轻轻的把枝条压下去 然后呢 把这一个旋钮的地方往外拉 然后放开来 有没有 这样一个一个放开来 然后 这样子就收起来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来 讲解 16角形的 蜂巢无影照的 安装方式 因为呢 有人觉得 八角呢 还不够圆 16角 它才能够够圆 但是16角 石油跟枝条啊 那不是变得很难安装吗 所以说呢 我们做成快装的形式 好 我们看到这边有无影照本体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像飞盘一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两根棒子 然后呢 还有 无影照的内外柔光布 以及我们的风槽 好了 那 我们就直接讲它怎么安装 安装的速度呢 非常的快速 怎么快速法呢 来 首先先把它立起来 然后 打开它 然后压下去 因为有16根 所以你压个16次 把它卡级全部压进去就行了 OK 好 就这么快 已经安装完成了 非常方便 那 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当无影照使用的时候呢 很简单 我们直接就 把 内层的 无影照内柔光布安装上去 那之前就说过 如果说你的灯呢 是比较 弱的灯 瓦数比较低的灯的时候呢 那你可以选择不安装它的那个内柔光布 好 这样子的话 光的衰减会比较 比较不会那么多 但是也有缺点啊 缺点就是说呢 它的光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均匀柔和 所以说呢 看情况 依自己的需求决定要不要装内层的柔光布 那 内层柔光布呢 这样子装好 你看到 因为内层柔光布只有八个支点 所以说我们直接粘 中间间隔一个支条就可以了 OK 那接下来 我们来安装外层的柔光布 外层柔光布很简单 你会看到外层柔光布 这边有魔鬼毡 这个外层这边也有魔鬼毡的黑边 好啦 我们直接把它粘上去 对准之后 对准那个黑边的下缘 就是魔鬼毡的下缘 然后这样粘过去 那粘的时候记住 要完全贴齐 整个无影罩 尽量不要让它产生黑边 因为产生 不要让它产生那个 缝隙 如果有缝隙的话 不容易 就是拍照的时候会容易出现光斑 有光斑的话 光线看起来就 会变得有点奇怪 所以说呢 我们记得就是贴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产生额外的缝隙 然后你看 把它压紧 好 那这样子 外层的柔光布大致就装好了 如果说我们需要让光线 变得说说 比较有反差性 跟背景能够分离打光 那我们可以再加上蜂巢 蜂巢的安装呢 很简单 一样把魔鬼毡呢 黏住 就是黏住无影罩外框的边缘就行了 OK 一边一边的安装 然后最后再稍微整理一下 好了 这样就安装完成 非常简单 有没有 好 那这就是 磁榴角的 风潮 无影罩的安装 那 刚刚有没有说过 这个 盘子是用来干嘛的 来 我来跟各位演示一下 我们看到它有两根棒子 棒子两边呢 它本身会有附螺丝 只是说呢 它附的螺丝呢 是长的螺丝 我们只要把后面的其中两个螺丝 就是接环上两个螺丝 卸下来换成长螺丝之后呢 螺丝本身就会凸出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两根棒子 装上去 好 那我们把棒子装上去之后呢 上面地方呢 它本身 有一个螺母 你把它悬下来 然后 把我们的雷达罩 应该说 这个盘子 装在前面 然后把它锁上去 哇 这真是太神奇了 你看一个无影照 它就变成了雷达罩了 有没有 它帮你省下一大笔钱 而且这个雷达罩呢 还是可以折收的雷达罩 非常的方便 那 雷达罩呢 它可以用来干嘛呢 它本身很适合用来拍摄一些 所谓比较高反差的 特别是彩妆的一些照片 那 我们风潮呢 一样可以把它安装在上面 那这样它就会变成风潮雷达罩 那反差效果就会更明显了 好 一照两用 有没有觉得很超值 OK 我的讲解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如何安全的把无影照安装到灯上面 首先记得先把灯稍微斜上角 并且固定住 然后呢 无影照把后面的魔鬼毡撕开来 两手 从后面 把无影照安装上去 并且确认卡上卡级之后 轻摇无影照 确定它不会掉落之后 再把后面的魔鬼毡黏上 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使用你的无影照了 拆装的 拆卸的时候也是一样 稍微把灯头 往上仰 然后 再做拆卸的动作 这样就不会伤害 灯的灯管了 看完前面介绍之后 各位对安装无影照是不是有一定的了解呢 那 其实要选购无影照呢 除了就是 无影照的类型之外 无影照的大小 你拍摄的题材 要不要有黑边 这些东西 还有你摄影棚的大小 其实都会对选购无影照很大的一些 一些要考量的地方 那 如果各位对选购无影照呢 还有任何疑问 那欢迎可以 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公司的门市 或者是参考我们网路上 无影照选购的文章 好 那今天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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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电话